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話說澳洲的每日電訊報 拿得到五眼聯盟編制的那份15頁紙牆的研究報告 這份報告裡說明 說中國蓄意隱瞞疫情和銷毀證據 到底這份報告內容是說什麼呢? 報告指出 從去年12月31日開始 北京當局已經對有關病毒的新聞消息進行嚴格封鎖 包括在網站和社交平台上 對某些關鍵字進行屏蔽 例如沙士變種 華南海鮮批發市場 和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等等 到了1月5日 武漢市衛健委停止發佈新增個案數字 持續了13天 1月10日 黃廣發專家去到武漢進行調查 他公開說 這個疫情已經可防可控 大部分感染者都是屬於輕症 但黃廣發專家本人 就在12日時說自己中了一招 在同一日上海的一間實驗室就和外界共享了有關病毒的基因序列數據信息 之後就遭到關閉了 1月24日的時候 當局阻止武漢病毒研究所和密德薩斯大學的實驗室共享病毒的樣本 這份研究報告同時指出 儘管在12月初的時候 中國已經有證據顯示出現人傳人的情況 但一直到今年1月20日 北京當局仍然是否認人傳人的可能性 此外在今年2月 中國政府要求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個國家 不要對中國實施封關 但在同一時間 中國政府已經在境內多個地點 強行實施嚴格封城措施 到底這份報告是堅定留的呢? 美國的情報部門不知可否 但有高級官員說 這份報告內容和美國的情報大致相約 但對於來源大家的看法不一樣 這份研究報告說 來源是來自華南海鮮批發市場 但美國的情報部門就相信 源頭可能是因為意外導致動物傳人 或者是因為實驗室出錯而外洩 大家就真的看到 外國對於這些調查是認真地去做的 根本上是為了在疫情完結之後 向中國進行追責和撒培 做好預備的功夫 縱然間中國一直拒絕承認自己是源頭 而且對於國際的調查也是消極不配合 包括世衛組織的駐華代表也踢爆過 說中國是拒絕世衛組織參與境內的調查 所以更加是不會開放這個武漢實驗室 讓國際專家和科學家走進去調查 在這樣的情況下 外國政府就通過情報部門 根據已知的事實和所收集的情報 依然會得出一個調查結果 而這個結果一定是對中國不利 因為中國消極不合作 拒絕被國際社會進入去調查 而中國也是難辭其咎 就算這個病毒確認得到自然生成 而不是通過人工合成或者基因改造也好 為何這個病毒會在2019年尾的時候 才由動物傳播到人類身上 到底那個傳播途徑是怎樣 其實中國政府是一直避而不談的 究竟中國境內的零號病人是怎樣感染回來的 他們只懂得說一件事 就說就算這個疫情在中國首先爆發也好 就不等於這個疫情的來源是來自中國的 他們只是重重覆覆拉布說了十幾二十萬次 都是這個說法 包括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 他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節目訪問時說到 現在他明白為何有些人要鼓吹所謂的獨立調查 其實是試圖挪置藉口來批評中國掩蓋真相 他就說 張繼先醫生就被李文亮醫生早三天向衛生部門報告 武漢市政府就已經隨即向中央政府報告 所以他就不認為李文亮醫生是吹哨者 還有一件事他就說了什麼呢 就說 病毒最早在武漢發現不等於起源於武漢 可能是源自任何地方都可以 不能夠因為中國爆發疫情就指責中國 必須要看到中國已經是揭盡所能去努力抗疫 中國也是受害者 而不是病毒的製造者 也不是病毒的源頭 既然他說得這麼斬釘截鐵不是源頭 到底從什麼途徑傳到武漢那種樹 中國政府也要作出相關的調查才是 其實根據世衛組織駐華代表的爆料 不是說中國政府拒絕給世衛的人士去參與調查 即是中國政府根本內部進行一些調查 但是又沒有將調查的進度和結果對外公佈 到底為什麼會調查得這麼神秘呢 那個調查結果究竟又是怎樣的呢 為什麼不可以對外公佈有什麼厲害呢 裏面有什麼查呢 如果一早就認定了一個源頭並非來自武漢的話 照計越多人走進去查就可以越還你的清白 沒理由你自己去閉門造居查完之後又不說真相出來 到底裡頭反映了些什麼呢 你為什麼可以斬釘子鐵一口咬定就說這個源頭並非來自武漢呢 有沒有科學根據的 你要別人去信服你也要提出證據才行 別人那些五眼聯盟的調查報告 他就已經是羅列所有的證據出來了 好了你中國自己進行了調查 報告又欠奉 證據又欠奉 一邊就用嘴巴說不是源頭不是源頭 喂 家屎你是在玩這個叫三人成虎 將同一套的說法經過不同的人的嘴巴當中 不斷地複述出來 就想令到全世界的人都相信 喂 但是別人那些活在資訊自由流通的社會的市民 怎麼會相信這些無稽的說法 你既然一口咬定說不是你就拿證據出來才行 不是說你說就可以 到底你的公信力有多高 你的誠信有多高 國際自己是會有所判斷的 好了 接著就說一下香港的情況 袁國勇教授出來了爆料 就說什麼呢 就說據他的了解 特區政府已經拍板落實了 說要全民派口罩 而且將會由創新及科技局來執行 他說政府所派的口罩可以重用六十次 以及能夠清洗淚心 預計下個星期就會派發 他就說一直向政府多番陳述 戴口罩的好處 現在政府終於肯去落實 絕對是一項得證 我就覺得這些不是什麼的得證 不好意思 因為你派口罩就應該一早就派 在二月的時候 因為剛剛線過完年疫情最高峰的時候 你應該派 不應該使得市民捱耕耕夜 在臨雨 去排隊買口罩 那時候你又說一隻都買不到 又說左撲右撲 現在又說每人派一隻 派什麼呢 現在已經零確診了好一段時間 疫情已經相對緩和了 現在市市派 為什麼當初你不派呢 有什麼難處 可不可以出來跟市民說一下 現在派來做什麼 是不是臨近選舉現在派的話 就使得市民會記得多些 之前二月派 怕月隔了大半年就忘記了 還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那時候不派現在派呢 還有 你那時候找創新及科技局執行 預計下個星期就開始派 為什麼派這些沒有價值的爛鬼口罩 你又派得這麼快呢 派錢你又派得這麼慢呢 喂 你派口罩你也要有一個登記制度的 不是說亂派的 不是開倉派 人人進去拔一拔的 你是不是傻的 你也要有一個登記制度的 每人派一隻而已 最多是一派有限數量而已 不是淫拿的 為什麼派口罩的速度又可以這麼快 派錢的速度就這麼慢呢 是也要拖到八月尾才派 是不是要遷就9月6日的立法會選舉呢 到底現在的施政方針是真的為了市民的福祉著想 還是純粹為了幫建制派來翻盤呢 是不是正如林鄭向中央提交的工作報告所說 說要以疫情來扭轉選情呢 派口罩你派什麼口罩 為什麼要去到五月才派呢 你搞哪一科 為什麼行政效率會這麼差 以前沒有這些物料 剛剛才研發得到嗎 你有沒有搞錯 現在才有這件事 二月那時候不知道嗎 為什麼現在才會派呢 還有現在派來也沒用 很多市民在家裡已經買了很多口罩 還沒用完 如果一次性的口罩都放在家裡 當時你說派這些重用的口罩 麻煩你截演吧 還有 市民當初買了這麼多口罩 你派了一批東西 都未必能夠抵得到 起碼每人派到五千元 補貼買口罩、酒精、搓手液、消毒藥水 買這些買腦 買了多少防疫用品 家家戶戶是 派一萬元 說得好像黃欣浩蕩一樣 又不知何時才到手 當時又扯爛口罩來把鬼 有需要的市民才拿口罩 沒有需要你們截演給他 對不對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